逆倒是問題 只會逃避 永遠沒有解決的能力 那我都說我要還錢了 你為什麼一定要還要趕我走 你根本就是要我去死嘛 朱小諾 從小到大 你們都給我最好的 我要什麼就有什麼 然後你現在說我沒有肩膀沒有用 那你為什麼不教我啦 爸 兩份 我打三頓功嘛好不好 我就說我會去工作了 你為什麼不相信我 我到時候一定會把錢還給你嘛 好不好 爸 我這次都 大姐 二姐 你幫我說說話嘛 我爸不知道在想什麼東西耶 爸 你這麼有一百萬 可以先還高利貸 高利貸的錢已經還掉了 爸 你哪來的錢啊 我把這個房子抵押了 那既然錢還了 幹嘛還要弟弟搬出去啊 那個錢要算在他的頭上 所以我叫他去找工作還錢 我回去找工作 我沒有說我不去找耶 你找啊 幾天啊 找到了沒有 你就還在找嘛 爸 你今天希望他去找工作 在外面生活也需要一筆開銷 可是我當現在還沒有找到 不要再替他設想了 每一次都是因為 總有人替他設想 設想的太周到了 才養成他的依賴性 爸 爸 不然這樣好了 他找到工作之後再判出去 不可以 這樣一天拖一天的拖到什麼時候 他就要一天在這個家裡面 他就一天不會積極 不要再替他說話了 他就是仗的每一次 總有人替他收拾爛攤子 所以才那麼沒有肩膀 一倒是問題 只會逃避 永遠沒有解決的能力 媽 你媽救不了你 你媽也不能養你一輩子 我剛才說的話你聽清楚了嗎 要你離開這個家是為你好 只有你完全靠你自己 你才知道你自己有什麼用處 你說為我好 你是真的為我好 還是你根本就不想管我了 我要不想管你 我會把你交給那些 放高利貸的人 任他們處置你 那我都說我要還錢了 你為什麼人家還要趕我走 你根本就是要我去死嘛 朱小諾 我要你去死 你要是離開這個家就活不了的話 我告訴你 你也不配做我朱政府的兒子 對 我不配做你的兒子 我做的都你都嫌 嫌我的話你就教我嘛 小諾 你要再講啊 我為什麼不能講 我就是要講 從小到大 你們都給我最好的 我要什麼就要有什麼 然後你現在說我沒有肩膀 沒有藥 那你為什麼不教我 啦 朱小諾 你不可以這樣對爸說話 對 我不可以 因為我不配做朱政府的兒子 對 我沒有出息 我現在就走 你要去哪裡 我去哪裡 一點都不追啊 因為朱政府只在乎 兒子要離開家裡 小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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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追啦 小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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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上班去了 爸 爸 媽 我上班去 小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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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